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已经权力日正当中 然后都还可以去用改变法律的方式去延长他的任期 都已经称为一个King 或是说一个帝王 Empire 都差不多了 为什么他有一个Prince 这个Prince其实是有两个意思的 第一个意思当然是太子的意思 叫Prince Charles 对啊 为什么是太子啊 因为他太子党出生啊 那是N9以前的事情呢 现在已经扶正了很久了 所以他这个Prince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君王 君王啊 君王论 马基维里的君王论 那本书的英文书名就是这两个字 The Prince 那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否则因为我们比较去理解 会比较熟悉的 会比较容易联想到的这个英国的王储查尔斯 七十几岁最老的王储 你不要一直想到查尔斯 我觉得是你想到查尔斯 但一般人对Prince的印象真的是比较样一点啦 那对他来说真的是已经全力 还童话故事里面的Prince 全力在握了 真的是 OK 好 所以呢 The Prince 如果说是这个君王论 马基维里 这个颜色跟我衣服好像 会要融在一起 实际上可能更像 我觉得是印表器印出来比较深一点 我以为他会应该用正红色不是吗 如果讲到中国 嗯 对 可能 你看明明当中我很少穿橘色 竟然跟这个衣服融在一起 诶 真的我觉得就 当件T恤 真的 不错啊 好好好 来 从君王论的角度来看 习近平我觉得应该很巧妙 没错 没错 他这个全力怎么样去玩这个游戏 嗯 这期我想很明显 就会因应十月十六号 这个全国党代表大会 那习近平可能就是会第三度连任 然后搞不好就一直连任下去了 嗯 那经济学人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 他一直觉得啊 习近平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领导人 嗯 因为对很多的国家领袖来说 老实说大家知道 包括我们以前 讲新瓜 在内 马来西亚的马哈迪 新加坡的李光耀 嗯 三不五十其实都需要出来 跟国外媒体交流一下 嗯 办一下国际记者会啦 或者接受国外 呃 大媒体的专访啊 啊 New York Times 啊 Time 杂志啊等等啊 但是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以来 嗯 第一个 他从来没有举办过任何国际记者会 嗯 他跟国外的元首见完面之后出来啊 短暂的呃 对话一下 嗯 这个是有的 嗯 但除此之外 他从来没有像我们蔡总统这样 嗯 或者马总统这样 我们很正式的 在自己总统府召开一场 国际记者会 嗯 嗯 国际媒体公开提问 这是一个他从来没有过的 哦 你这样讲倒是 嗯 再来第二个 但他可能觉得他不用开启的回答就认识他了 没错 他 所以他的主要的政策宣誓 其实都是透过党啊 嗯 对过党的文宣同为继续出去啊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他也从来没有一对一的 face to face 接受过任何专访过 嗯 哦 你看包括 李公耀他要接受国外媒体 甚至台湾媒体都有主动去一对一专访过 嗯 呃 蔣经国也好 这个蔡英文也好 马英九也好 更是呃 都觉得应该要定期跟国外媒体交流一下 接受一下访问 嗯 然后可以畅谈自己的治国理念啊 宣传一下国家等等 但习近平十年来一次都没有 所以也就是说西方国家 西方媒体从来没有办法近身 去观察过他的意思 因为要知道 去face to face采访为什么重要 因为听你讲谁都会讲 我看电视也可以看到你讲 但是face to face 我可以收到很多讯号 而且他那个讯息不是双向的 因为通常来说 西方所理解到的习近平 都是中国大陆官媒所报道的 那他讲的话都是政令的宣导 我想告诉你什么 我觉得face to face除了近身观察之外 就是你可以问他一些 你真正关心 而且你知道可以去引诱也好 或者说去设法去刺探也好 或者说去了解他 真正心里面在想什么 或者某一个事情要怎么这样做 背后的逻辑思考跟原因 这个问题当然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 所有这种专访都得事先提供你的 要问的问题 所以都会事先给你看过 提供是一件事情 是没错 现场在问的时候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看这个当事人 允不允许你现场突然 逾越太多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第二个 我们知道很多国外媒体 都刻意推过逾越的 多少都会 对啊一定会 试着他一点点那个 而且这个他的目的 不是真的要听到你的回答 他其实要看你 对于这个意外的问题的反应 是啊他其实是要观察说 诶你的眼神 诶你的反应 你的脸色 嗯 然后从这里去判断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一个严谨的人 还是你是一个冲动的人 你是对比方说他问你很尖锐的问题的时候 更容易刺激出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是啊是啊 而且你对近瑞的事情你不回答 嗯 就是一种回答 没错 对不对 或者说 诶你在回答 呃可能语言上是四平八文的 嗯 可是脸上露珠某种的不屑 嗯 或者眼神露珠 微怒 哎 对对对对 其实这都是好记者会去判断的事情 所以美国记者很难会这一套的 可是苦就苦在 这十年来从来没有机会贴身去观察过习近平 嗯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级经济学人就下了个标条是形容 呃习近平 他说习近平是个迷一样的领导人 哦 OK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很显然的他在马基维利的君王论里面 他是属于呢马基维利所提醒的 你要嘛呢 就会成为一个像狐狸一般的领导人 一般你就要成为一个像狮子一般的领导人 他显然比较像狮子 嗯 他就威吓你 就只要一坐一站出来 一坐在那个权位上 那个那个王座上 我就让你觉得对我呢就是要 匍匐称臣然后呢 哇 他故意让你看不懂他嘛 嗯 你看不懂他才会害怕他 你看相较 相较于美国另外一个大头敌叫俄罗斯 你看普丁 普丁就很爱线啊 对一下子秀肌肉 哇一下子弹钢琴 然后喜欢上电视呃 独白啊 嗯 把他自己的想法呃都要让老百姓知道 但习近平 不但不来这一套 嗯 他甚至只要在公开场合 你可以看到有镜头的地方 不管是谈话 还是 就是站在那里跟大家握手跟拍照 他就是那一副招牌扑克脸 嗯 你几乎很少看到他有呃 灿烂的笑容 可能你都没有看过 某种的微笑有 有啦有笑啦 但如果笑得太可爱的话 被讲成小熊维尼 还是要被骂 呵呵呵呵 因此小熊维尼就遭殃了 在中国那里还被禁 嗯 对所以所以 金奕璇就觉得 这实在是太神秘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一期的负面故事 大标叫The Prince 那他文章的主要的条题其实叫做 How to make sense 怎么样去理解 嗯 习近平这位中国迷一样的领导人 嗯嗯 OK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没有办法专访他 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呢去 呃近距离观察他的状况底下 那他怎么样子西方世界国家的媒体 怎么样都是剥茧 嗯 告诉你说呢怎么样去认识习近平 而且认识的程度 呃到底又如何 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好 好回到啊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 好那继续来聊呢 这个封面故事啊 这个讲到习近平 因为接下来10月16号啊 他的第三任的任期 呃我想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九 呃没有意外呢 他就是会呃这个延续下去了 我就等到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零一 是吗 等到你还哭实了 我告诉你 好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呢 嗯 我们在西方世界国家当中是一个神秘的领导人啊 但是对台湾来说我想再熟悉不过了啊 不过我就听听看啊 因为其实确实对台湾来说 虽然很近很长看到他的一些等等啊 但是这些相关的呃研究实际上也都是隔了一层沙啦 没错没错 所以看看呢西方世界国家对他的理解 有没有更觉得参考啊 或者某种精辟的地方 过去这10年来大家对 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习近平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嗯 对西方国家来说了 所以对他的理解都是用某种的推论跟揣测 所以一开始为什么西方国家对他很有好感 嗯 两个重要的指标 第一个呢是他爸爸习中勋 曾经被毛泽东下放 嗯是 所以他也被下放过啊 是 他是他年轻的时候很苦啊 没错没错 然后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嗯 然后他跟他爸爸参与了深圳的这个特区 经济特区的开发 所以认为他应该是会比较挺自由开放的未来中国 嗯 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 我两家人讲还有一个 而且他那时候都在福建沿海 没错 记不记得福建浙江 所以那个时候他刚刚上来的时候 呃 我们还分析说他对台湾比较了解 没错 他可能会是一个友台派 嗯 说完了 哈哈哈 我们支台 至少讲支台派 嗯 我觉得他基本上还是支台的 对 嗯 再来另外一个重要讯号是 老兄他在爱河啊 在美国待过 嗯 短暂的时间短暂的时间啊 但也就是说 他曾经目睹过 呃 美国的自由开放社会 嗯 在当时也对美国算是有好感的 嗯 所以他们西方国家就觉得 嗯 这个人看起来未来会是我们的好朋友 嗯 嗯 所以我们又想到这十年下来怎么 哇 怎么全力越抓越紧 感觉好像跟我们 越来越像敌人 而不是朋友 嗯 所以这一期的经济学人 他怎么去了解他 我竟然没有办法近身去贴身 直接采访习近平 那我就退而求其次 我去采访他身边的人 嗯 他周围的人 认识他的人 听周围的这些人 怎么样描述 他所认识的习近平这个人 嗯 所以这一期经济学人 他说过去这几个月啊 去专访了很多这些人 嗯 然后就做成了今天要聊的这个专题 嗯 那除了这个专题之外 他也把访问的过程 制作成了Podcast 哦 那总共推出了 总共做成了八集的Podcast 每一集大概 我上去看了大概就四十分钟 四十九三十八三十九分钟左右 嗯 大家可以去Podcast去搜寻 他一样用这个封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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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出到八集哦 嗯 他说欸 OK啦 其实就就就就听听 就有听 有些听中国人讲英文也蛮有趣 有些他有一些中文在里头 然后这个 哦他把访谈都录下来 又有访谈录下来 哦哦 有些人是有讲 所以所以所以 其实老师说你也不用预计 有真正讲台封面 对啊 因为如果访谈都录下来 那就不匿名哦 哈哈 那这样子哎坦白讲 我觉得他们这种访问方式 不够不够理解中国大陆 我我没有全部听完啊 不过不过大家兴趣可以去听 那他愿意具名漏声音出来跟你讲的人 也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一定得讲坏话啊 其实就是你就算完全正面的 当然但是如果 如果有一些是听不爱听的话呢 嗯 是事实他他不在 对啊 他这个访谈方式 哎 哎 不会啊 我觉得那个重点是在 帮助大家了解这个人 而我们 我相信他们在讲的时候 我真的在说我们有 音乐全部听完啊 但我认为多数人 其实还是会 呃 某种的距离 跟某种的客气 嗯 我就不太认为他们会讲出 太太 太 逆 那个成语叫什么 忤逆上 所以啊 这是我的意思啊 这是我的意思啊 嗯嗯嗯嗯 OK好男性 那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就是了 OK anyway 呃 经济全是根据这些人的采访之后 他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 他过去错了 过去他以为习近平 是一个对西方友善 对中国的未来 采取比较开放 比较改革态度的reformer 嗯 改革者reformer 可是呢 经过这段时间来 以及真正的采访过之后 他们更加的确定 习近平其实是一个reformer 嗯嗯 reformer 嗯 重建者 嗯嗯嗯 他重建什么呢 两件事情 中国梦 是嗯 第一个 这点我很早就有这个很明显的感受 对 这中国梦就分成两个层次 第一个叫中国共产党梦 嗯 他要恢复过去中国共产党的荣光 嗯嗯 第二个才是整个中国 要让整个中国再度在全世界 的舞台上扬眉吐气 对因为当你会发现说 他在党内还想要超越邓小平 想要超越毛泽东的时候 有一个所谓的习近平时代 有一个什么习近平个人思想 什么的路线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他的对自我成就的企图心之高 超乎想象 第二个就是说他对于那个 嗯 八国联军啊 嗯 这个就是说 这个嗯 算什么 清末 明初那个时候 中国遭到列强的这种 嗯 侵略啊 然后那种割地赔款 那种耻辱感 嗯 我觉得他很强 嗯 所以他不断的想要让中国重新站起来 嗯 也因为这样 所以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他 他要回头去抓紧权力 嗯 嗯 你看从毛泽东以来 他现在跟简医师一手抓 呃 整个共产党的理 的的这个权力了 嗯 所以金选人就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习近平 他就是想要让中国在未来 回到清朝以前 嗯 在国际舞台上 揚眉吐气的那个时代 嗯 这就是算是民族主义者了 嗯 可是这个 这就比较有他的危险存在 嗯 嗯 不过我觉得西方国家看 习近平 还是有某种 偏见的 嗯 我认为 就说从 你看 你看包括俄乌战争 呃 的过程 你可以看 他们现在就很担心 就很好奇 到底习近平是怎么想的 嗯 因为到现在为止 没有说你看到公开的发表 可是很客气 可是实际上他 金选人说 啊 俄乌战争 他到底实际上 呃 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因为要看的是 他到底是真正的支持普丁 还是客气的支持普丁 对于战争这件事情 他会不会比较接近普丁的想法 会愿意比方说为了台海问题 不惜一战 嗯 嗯 再来你看中国现在的COVID 大家都在想 到底什么时候解封 你到底想要干嘛 嗯 其实这也是取决于习近平的心态 嗯 嗯 然后更重要 当然是中美关系 嗯 就是中美关系 到底习近平什么 现在西方民很痛苦啊 因为看来看去就是公开的谈话 四平八稳的谈话 嗯 嗯 他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去理解这个人的个性 因为你普丁观察他荧幕上的表现 可能就某种程度可以猜得出他干嘛 但即便是这样 他也猜不出他会真的对于乌克兰开打 对不对 更何况习近平 在他扑克林背后到底在想什么事情 你完全看不到他的底牌 嗯 嗯 是啊 他可能就是想让你看不到他的底牌 让你觉得害怕就好 不过其实 嗯 所有 我觉得很难去回答 这个 未来最近也都非常的多变 尤其他 在全力如果真的是稳固之后 甚至 只要他想要 都可以想多长就多长的状况底下之后 他会不会更露出另外一面 在先前比较修饰过的 企图性或野心 我觉得这部分其实也应该持有一个保留的态度 不论如何 我觉得 嗯 某个程度来说 他所有的采取的做法 尤其是西方世界很关心 他对普丁啊 对俄罗斯的看法 我都觉得他是在做一个 就是总而言之 只要对他的大国崛起 有任何伤害的事情 他就不会做 嗯 但是有帮助的事情他就会做 那俄罗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呢 在 呃 某个程度来说 在地缘政治上来说 他必须要跟俄罗斯结盟 这件事情是好事情 但是如果说呢 过度的让西方世界 因此要 惩罚俄罗斯的同志 惩罚中国 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件坏事情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他采取了非常的 细腻的方式 去维持一个 大家有点看不懂的立场 嗯 嗯 所以 嗯 但可以确定的是 星期权人最后的结论是说 很显然 习近平想要在国际舞台上 重新制定一套游戏规则 嗯 来对抗过去美国所制定的游戏规则 嗯 嗯 这是很明显的 是 而 经济学人说 The world should resist 嗯 世界应该拒绝 嗯 这件事情 那如果具有事情就继续杠啊 哈哈哈 哈哈哈 目前他的 他的雄心壮志 嗯 他觉得没道理 为什么一定要 由你美国单极决定全世界的秩序 跟游戏规则 嗯 对啊 好吧 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呢 他们分析的结论 也是颇令人不安的 所以看 看起来这个将举无解啊 除非 对啊 因为如果是西方世界这么硬 永远觉得西方世界的制度跟文化 优于呃 东方或优于中国 这就是中国吞冷不下去的地方嘛 好 我们休学回到现场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松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 好 那聊完这个封面故事啊 这个习近平我们刚讲的 习近平的话题永远聊不晚了 尤其呢 对台湾来说了 所以呢 呃 他们的一举一动 他跟就东西方之间的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 呃 如果他强 另一方面拒绝他的强盛 那这个真的是 呃 真的很担心 招殃的就是台湾啦 好那但是 呃 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聊 接下来另外一个话题 我觉得也是一个谜 当然谜呢 没有像习近平一样那么看不懂 嗯 那就是呢 英国的新任首相特拉斯 嗯 他干嘛 他一般来讲说 呃 提油救火 嗯 我觉得他是先浇油 然后再救火 他自己呢捅了一个篓子 去搞那个征税 今天有多少人跟他说 不应该这样做 他可能适得其反 那他一直要做 而且一上台就做 结果呢 马上搞的 哇这个再次大跌 英镑大跌 然后他就马上 这个量化宽松 赶快救世 嗯 嗯 ok 好 所以这个陈拉斯也太厉害了 是所以这一期经济学 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封面 我们刚刚谈的是国际版 亚洲版 都是刚刚讲的习近平 但在欧洲版跟英国版 它其实封面故事 是回到他们英国 现在最大的麻烦 嗯 就是特拉斯 特拉斯 封面上 我觉得你这个应该翻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 好啊 我觉得他们设计出来的封面 都真的好好笑 这一艘小船 对 然后呢 已经快要 已经快要成了 然后后面再划船 努力划船哪一个 哪一个讲的是 他们现在的财政部长 嗯 刮死刮等 ok 好 那这个前面站的一个 一副 一副像铁达尼号 还要站在那个 沉默的 呃这个 邮轮前面的 就是特拉斯 对 他说 显然那个 他的新政府 带领的英国 已经有一半沉到水里面去了 好惨 所以这一期 他其实带着 总体分析一下 英国从 呃 9月初 特拉斯上台以来 嗯 所遭遇的这一连串的金融风暴 欸 说风暴一点都不 不夸张 嗯 你看他在9月26 就宣布 这个 半世纪以来 英国规模最大的减税方案 嗯 然后 原本呢 当然是为了要救世啊 原本是一片好意 可是结果就像你说的 提油救火 对啊 嗯 提油救火 他是说 他也在放火 对啊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自己放了一把火呢 自己再去救火 呵呵呵呵 没有啦火本来就已经存在了 嗯 那的确是提的邮局就没有问题 所以传出来就是大家都现在看到了 英镑一下子就重变 比美金变成了1.1035 创下了市商的新低 嗯 然后整个债权市场 大混乱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 经济学院系切齐去提的荡牙分析 首先第一个 市场当然不相信 他所推出的这个减税政策 能够真的帮助英国走出低迷 然后真正能够经济成长 嗯 根据民调只有15%相信 可以improve成长 他所推出的这个新的减税的方案 嗯 另外57% 认为这根本就不公平 嗯 嗯 为什么因为他所推出的这个方案当中 我们都知道 呃 里面有很大一部分 是帮有钱人 跟企业去减税 啊 尤其有钱人的最高的税率的部分 还因此而 呃等于调降下来 所以这怎么会是公平 嗯 尤其对现在的英国人来说 早就不再觉得 呃 这个总体经济数据的成长 是重要的事情 因为对方来说 那就是你们大老板 你们有钱人去赚钱的 的指标而已 其实你们经济成长率再好 对我们一般老百姓的帮助也不大 嗯 你所谓什么国家的发展啊 研发啊 科技啦 感觉上都不是跟有关的事情啊 所以老百姓对于成长 对于什么刺激经济 竞争力 其实 很无感 是很无感 所以相反的 大家反而觉得 你应该推出的是照顾我们 这些中低阶层的老百姓的生活才对啊 嗯 现在物价这么高 现在油价这么高 你不好好的让我们觉得更安心 你在做那些什么事情呢 嗯 那怎么样让我们更安心呢 因为民调显示 绝大部分的老百姓啊 都不认为什么成长啦 科技啦 建设 基督建设是重要的 嗯 相反的什么重要呢 社会福利 对 嗯 我的退休金 让我觉得老有所忠嘛 再来我的 健康 嗯 你要让我觉得我生病了 我可以有能力 有钱看医生 嗯 不要让我在英国 我们上次讲过英国急诊室排队是要排很长的时间的 嗯 不是一般看诊 是急诊室啊 所以上那个医疗资源的缺乏 一定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你不思多投资去改进这件事情 你反而是采取帮有钱人减税 嗯 那是什么道理 但是你喊出了道理说 啊 当他们减税他们有多出来的钱 他们愿意更投资 Are you sure 对啊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也不太懂啊 像这样子的一些分析啊 蛮深入的 但是我觉得他在竞选期间 其实就有不少的英国的财经专家 就是提醒过特拉斯 因为我们那时候好早以前就在在讲说 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一个呃 一个承诺 证件承诺 但为什么他他是都听不进去吗 还是他 不是啊 你刚刚讲的就是当时的瑞士斯纳所提出的警告 所以说那其实很紧张 他知道英国的经济 英国的金融人间面临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嗯 但是这一套吃不开啊 嗯 就是在共和党 在保守党里面 大家觉得哇 特拉斯讲的比较有有有未来 讲的比较能够振奋人心 嗯 所以我觉得特拉斯也相信自己讲的这一套了 所以开始觉得说 他不应该去用传统的那一套很保守很小心很悲观的 不不为因的策略 嗯 相反的他应该要大刀阔斧的 呃 比方说财契尔夫人 大减税 嗯 嗯 打开放大自由 他好像应该学习他 搞不好效果不错 嗯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打错了算盘 而且我也觉得跟 这跟他们的选举制度有关啦 嗯 总而言之他是在保守党内的 呃 这些保守党人选他 作为他们的党魁 也因此还就成为了英国的首相 嗯 所以其实某个程度来说他是一个间接选举啊 是啊 是啊 所以这个其实 所以这代表最新的民意 所以马上 呃 接下来他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政治压力的 有 现在已经看到了 现在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很荒谬 我觉得现在呢 工党的支持度突然之间就在这未来 过去一个礼拜里面 哇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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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不知道多久 这些年来的 呃最高点 呵呵呵 所以 嗯 所以这个显然保守党的这些民意代表 真的是失职了 嗯 他们并没有掌握到最新的民意 因为他们是透过他们去选出他们的党魁 他们却没有真正反映出最新的民意 是啊 所以你看上任才三个礼拜啊 已经有人在赌他会不会成为英国史上最短命的 最短命的 对啊 嗯 不过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你看嘛 你这样一个大减碎的之后 然后你又不知道钱从哪里来 嗯 老百姓怎么会有信心 金融社怎么会有信心 都知道你没钱啊 没钱之后你一定会发生问题 所以怎么样 市场当场就把你的英镑给抛手 所以英镑重变 嗯 而英镑重变 随之而来的当然是英国进口物价飙高 嗯 而进口物价飙高 也代表的是物价更高 是物价更高 老百姓的实质所得就降低 是啊 然后呢 物价高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 会让你觉得哇 通文膨胀了 你必须升息 嗯 而这一升息又更加加重了负担 嗯 这负担当然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政府的负担 你政府现在接下来花了借钱 要不要去借钱 嗯 要不要去跟人家调同寸 嗯 要掉的话 他的债务就会出现危机 债务压力 就算没有危机 你的压力一定变得更大 因为利息更高 再来更多民间 购物啦 购车啦 消费啦等等 那个利息的压力 都会因此的增加 嗯 所以这一连串的大的压力 这个怎么可能达到你所要的目的 嗯 那所以呢 嗯 而且 所以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那现在对他来说很尴尬 嗯 因为上个礼拜五啊 这个特拉斯已经 马上的召开了紧急会议 去去会商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所以他反映出来 他真的就是 讨论马来西亚 就自己怎么样去解决自己 呃 这个造成的问题 嗯 他们有任何的建议吗 那有啊 第一个当然就直接 拜托特拉斯 你把你原本宣布的减税方案 收回 收回 一部分不是全部 嗯 有一些经济学人士也认为也是对的 比方说印花税的征收等等 但是 那些对企业 跟对有钱人的减税的部分 在这个结果里面 根本就不重要 嗯 嗯 相反的你应该更着重的是什么 更着重的是 能够刺激 投资 能够带来更多资金 来英国的 这种的策略 嗯 嗯 要知道 未来如果真的真心要让英国成长的话 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财政必须稳定 嗯 这一次的这个政策之所以完全翻车 就是因为 你完全没有告诉我你的财源从哪里来 嗯 你的财政怎么会稳定 你财政不稳定 你怎么可能有你后来想要的这个成长 嗯 嗯 所以金玉璇说 呃这个这个 跨西 跨登 他的名字 他名字蛮好玩的 很像有量子的感觉 哎 他他其实很厉害啊 你不要看那个名字很很特别 所以他是是钢果后裔啊 他其实在英国出生 也是英国第一位的这个黑人的 嗯 那个首相 哎 那个总 那个那个大臣 他应该要尽快的出面说明 嗯 接下来的财政政策 接下来的财政规划 让老百姓更让市场放心 嗯 OK 好 所以呢这个目前看起来真的是 呃一下子哦 点燃还不只是小火 还蛮大的一场风暴 这个风暴可不可能尽快的哦 平息 我们收学人马上回来 好回到啊 蓝宣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 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 而连续的话题其实都都有点啊 引引相关啊 这个接下来更直接相关的是升息了 这个呃 讲到的是 其实一开始啊 这个嗯 英国的通膨也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呢 他等于是在美国之外 也是一个欧洲国家 甚至非常快 而且非常猛的一个地方啊 那所以他或许才会 因为这样的关系 呃这个英国老百姓感受到 非常大的一个物价的压力啊 所以呢这个 塔拉斯台会采取这么的一个 极端的做法啊 那这个全球其他的国家 实际上也都在面临 呃因应啊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呢在上个 哎上个礼拜 还是上上礼拜 觉得全球央行周 那一个礼拜 哇这个大家集体升息 升息的一塌糊涂 嗯 所以呢接下来要聊的就是 央行集体升息 而他担心的是一个加成的效应 嗯 没错 当然我们都在一起升息 哈哈哈 接下来聊的这篇文章是 他方面上 右上角 哦你看我们看右上角 对对对对 他其实是他另外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他那次的rate shock 嗯 呃我们就石油震撼 这是利率震撼 嗯 那这一次的利率震撼 我们都都看到你 刚刚蓝轩已经讲了 啊全世界从从美洲到亚洲到欧洲 很多的央行都在短期间的 大家一起升息啊 嗯 那这一次的升息 当然是从美国联储会升息所带动的 嗯 每一口气 鲍尔又再升了三马 那美国为什么要升息 当然是为了要抑制他自己 美国的通货膨胀 嗯 那不得已他必须也比较不得已 他有他自己的整个的策略哦 那他美美国一升息 那连带的效应 除了刚刚讲的各国升息 也跟着升息之外 美金 嗯 也跟着在上涨 那美金上涨就会造成 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下跌 对 其他国家货币相对下跌 也就代表着他们的进口物价 会进一步的飙高 对啊 他们买油买气的价格也会更高 所以国内的通膨压力更大 通膨压力更大 他未来的利率的升息 升息压力也会更高 嗯 所以这一连串的压力 金旋人其实帮我们分析了一下 几个重点哦 嗯 首先他说 大家不要 大家要注意的是 呃 刚刚讲的加成效应 嗯 因为呢 美国的升息 过去我们都觉得啊 央行就是一个国家的央行 你要去顾的是自己国内的物价 把通膨就业的稳定 嗯 比如说我们台湾央行升息 要顾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景气的热与否 嗯 嗯 美国也是 但是 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贸易 全球资金往来非常频繁的时代 嗯 你一个国家的 货币政策 现在已经不是只有影响到你自己国家而已 嗯 而是可能会牵连到其他的国家的 怎么说呢 比方说好了 我们现在在美国如果你升息 呃 会不会让景气冷 嗯 会不会被买气变差 会 会啊 如果是 他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 是 而如果美国的买气变差 那些以外销到美国为主的国家的出口量 会不会减少 嗯 OK 比方说台湾 中国 韩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也会减少 嗯 而当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减少 会不会造成台湾中国韩国的工厂订单减少 嗯 进而景气也更得变了 嗯 好 所以这一连串其实是有骨牌效应的 嗯 是互相联动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你今天韩国啦 中国啦 呃台湾啦 我们的央行 欸因为担心哇 美国在升息 美国过热 我们也会过热了 所以我们跟着在升息 嗯 可是如果美国的升息 它其实已经有某种程度 舒缓了我们的过热的压力 嗯 嗯 你如果在进步的升息 你其实等于 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 嗯 嗯 所以最近主要这一期期要提醒各国央行的是 你要去注意的是 呃 不同的国家的升息 在个别来看没有问题 嗯 可是它们集体升息 可能它就会形成一种新的 就每一个国家的升息 它除了在处理自己内部的问题之外 它都会有若干的外溢效应 或者相关的一些联动性 那如果说每一个都联动一点点 每一个都联动一点点 那它汇聚到全球来说的话 会造成相当大的不同就是了 没错 然后它第二个观点是提醒大家 就像这个东西 我刚后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把一个地球压扁 对不对 我后来看半天 像是就像一个皮球一样的地球 籃球一样的地球 嗯嗯嗯 为什么也是橘色的 诶 籃球本来就橘色的啊 是啦是啦 大家没担心是橘色的 对对对对 但是它那个东西 故意做的用像这个s的感觉是钱嘛 money 是是这个意思嘛 资金 资金把全球给压扁了 对 而压扁之后 如果会垮 它认为第一个垮的是欧洲 嗯 目前看起来确实是啊 而且 现在 我觉得现在的欧洲基本 它的经济先前在疫情期间 或者在疫情之前 本来相较于美国跟亚洲 就已经比较弱了 嗯 然后碰到这个疫情的的的 的肆虐其实也都 很多是在欧洲 对不对 嗯 那接下来再碰上俄乌战争 然后呢 也是那么的紧零欧洲 然后呢 这个断气的危机 也多半都是伤害了欧洲 嗯 那经济制裁很多也都是 弃伤权 打了这个俄罗斯集群 自己也这个 呃伤痕来的也是欧洲 嗯哼 没错 你不觉得看起来欧洲 事实上真的是比较惨吗 当然整体来说 呃现在的强势美元 等于变相了在输出通货膨胀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 越弱的国家 现在遇到麻烦越强的 越多的国家 嗯 现在也很惨 对 现在讲了欧洲 因为欧洲灾难关系 它能源本来已经飙高 要吓死人了 所以这个是它为什么 会第一个受害的原因 再来其他的新型国家 非洲的南美洲这些收入很差的国家 嗯 然后本来外在就已经很严重 嗯 你现在又加上在升息 他们这样去借钱 那个利息的负担 又更加的加重 嗯 所以你可以预期的未来 这些新型国家的麻烦也会更大 嗯 而回到美国自己 你现在升息 呃如果再继续下去 当然我们还不能确定 它升息的效果是怎样 嗯 因为你让 你一旦处理不上 不当的话 其实美国自己也很麻烦 因为现在你已经可以看到了 呃 美国的房价已经在 在下跌了 嗯 然后美国的金融业 美国快递业 汽车业 很多也都在裁员 嗯 或者是发布的 获利的预警 嗯 所以这个 整个升息的步调 我的意思是说 呃你看了这一集的文章 你就会知道 各国也许不见得 呃也许未必 不是 也许不应该在 至少人前选 嗯 而是应该更 积极更密切去观察 全球物价之间的联动关系 嗯 就联动强调是联动关系 嗯 那我也很好奇 所以在他们的角度里面 他们会不会回过头去看这个 整个的事情怎么发生的 因为也有人在过程当中批评说 美国以零为祸 嗯 就事实上是你自己本来一开始 是你们自己的物价 是你们的呃通膨 但是你用那么激进升息的方式 就你要解决你国内的问题 嗯 那你可能没有 就你没有去想到说 或者说他根本不在意 就这个事情会造成全球联动的 尤其以美元为最主要的 呃经济世界 就是以美元为主嘛 所以整个都因此而遭殃啊 嗯 是啊 其实这个不用讲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美元输出性的 的通膨 已经让全世界受害了 嗯 但是是因为除了这个 对美国来说老叔说 也没有其他的解放 嗯 但可以确定的是 也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现在目前为主所看到的冲击 都还是啊股市啦 债市啦 嗯 嗯 汇率啦啊 但是经济学说 这只是金融市场的反应 会最快 而对总体经济 也就是我们真正的生活的影响 嗯哼 即将会到来 而如果他到来的那么一天 恐怕不会是太轻松的事情 嗯嗯嗯 OK 现在大部分的国际的机构啊 也都是这样的预测 就至少可能会有一年的时间吧 到明年啊 明年都还是会蛮惨的状况啊 OK 我们休息一下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宣学间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 最后一次要聊个比较轻松的 这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吗 真的 这个话题是欧洲的脱衣五 酒吧的产业 OK 我们暂时把这个 这个性别剥削这个话题 撇到一边去 用比较轻松的态度 来谈这个话题 对啊我觉得我们刚 讲话我可能 准备了三个题目都太重了 我刚才讲一讲自己都觉得很沉重起来 所以我们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好的 因为刚刚讲英国嘛 其实英国 这十几二十年来 老实说很多街道的 街头的景观有很大的变化 包括你看之前 禁烟 所以很多酒吧就 就倒了一片 不能抽烟嘛 然后 再加上其实总体的趋势是这样 我们之前也讲过 现在欧洲 年轻人喝酒的比率 远远降低了 对 当然因为 现在都一胎两胎 爸妈也都照顾得很好 啊不准喝酒 酒精对你不好 所以很多小孩 酒量不行的 这么乖 也不叫乖 很自然的 所以酒量没有那么好 所以很多英国 酒吧 算了算了 现在都只能做老人的生意 那我们 那这一期 他也变有趣的小文章了 那么就 就轻松一下 他那是英国的 脱衣五娘产业 嗯 嗯 如果小朋友在听 大家不要害羞啊 大家可以 哈哈哈哈 这是 哎 这对很多西方世界 其实包括东方我也觉得是 如果你出国去的话 你的初体验 对对对 经常 要不就去脱衣五娘店 要不就是去牛郎店 嗯 我们在美国也是 是是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 对对对 他们就带我去这样的地方 觉得哎 总是开开养婚 渐渐世界 嗯 我第一次去也是去牛澳梁 那时候 哇就头上就有了 就就就就就进去看一下 嗯嗯嗯嗯嗯 其实 也没什么好看的啊 对 台北讲开澳宴就这个样子 真的 不过 电影里面差不多 啊 不过在欧洲欧美国家 虽然合法是合法 但是已经有很多国家 很多城市 渐渐的也觉得这种酒吧不是很好 嗯 要么就已经立法禁止 要不然就正在立法要禁止 比方说像冰岛 其实就已经觉得这种酒吧存在 虽然没有坏处 啊就是人家也是正当的在工作 对不对 但是 这某种程度你在法律上允许它 也等于你在间接 同意女性被误化 嗯 同意等等的啊 所以已经全面禁止了 那英国的苏格兰等等几个地方 其实也分别在过去这几年通过立法 把这种酒吧列为性产业 嗯 列为性产业而不是一般的酒吧的差别 在于它的执照 会受到更严格的限制 嗯 有必要甚至可以热定它关门 所以呢造成的结果是现在的英国 十年前在英国大概还有三百多家这种酒吧 嗯 现在经济悬人说只剩下一百五十家左右了 OK 所以说 我们知道英国的酒吧非常多嘛 嗯 所以我后来就 我刚才讲 所以你到底 英国的酒吧里面有多少是属于这种 有跳脱衣舞的啊 很多啊 照你这样说法就变很多咯 嗯 一百多家你觉得多吗 现在 你说现在三百多家吗 不是全部啦 但大部分没有 英国酒家太多 酒吧太多了啦 一般一般就是 而且他比例有多高 他没讲就是 占比没有很高啦 其实占比没有很高 但是是有这样的 但因为他要禁止 所以就引起反弹啊 因为尤其像苏格兰啊 好几个这种 呃 就 脱衣舞娘他们也有组成工会 嗯 他也要捍卫自己的工作权 嗯 所以我们做错了什么 我们也是凭自己的劳力 在赚钱 然后人家跳舞可以合法 为什么我跳舞就不能合法 嗯 当然这中间有很多的争议啊 有人就说 你一般在跳舞跟你这个跳舞是不一样的啊 嗯 这个脱衣舞 不算是正当的职业 然后这是一种物化女性歧视女性的行业 所以这种行业应该被禁止 嗯 但有另外的说法说 你今天跳这个题目 我就不觉得 我不觉得轻松欸 哈哈 而且你切入的角度也不轻松啊 怎么办啊 对啊对啊对 事实上是这样子 我觉得在在 所以我一开始本来在讲说 如果你要讲轻松 我们就不要去讲这个性别剥削 但是他还是讲了嘛 这本来就是事实上在一开始台湾 这个什么公娼私娼的废除行动当中 那时候我正年轻 所以呢对很多女性朋友来说 对很多社会运动者来说 都会很相当关心 或者投入这一块 呃如果从 纯粹从这个角度去看他 你会觉得说你应该消灭这个产业啊 所以呢应该要废除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第一次也是碰到你刚刚讲的这个重点 竟然有公娼站出来说 他需要他的工作权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思考上的一个shock 我说啊 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 对他们来说 他们可能在整个的 嗯 人并不是身而平等的坦白说 他可能一开始出生在一个相对来说 没有条件去受很好的教育 没有条件去做做很好的一些 自我自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仅有的生存的本钱 是他的身体 嗯嗯 所以当这个时候你会认识到 有一群人 你即便觉得你是为他好 嗯 去捍卫他 但对他来说 那请问他的一辈子你要照顾他 就是你现在是他不做这个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很 必须要去想的更全面 大家可以想吧 比如他你先禁止他 要他另外去找工作对不对 那另外找工作要写履历表 嗯 请问他可以写什么履历 嗯 就是这一期经济学人里面也讲的 就是这些脱衣舞娘 你要他接下来去哪里去找什么来工作 因为对他来说 这就是一份他能够胜任的事情 嗯 否则真的要让他呃 重新再去找工作 他的履历表没有东西可以写啊 对 更何况我们刚才讲的事实上 呃脱衣舞 他他不是他没有性交易吧 因为这还有差别的哦 嗯 对不对 呃这其实还是有模糊地带的 当然所有的法 但是 酒吧都会正式规定 你不可以有肢体接触 嗯 你不可以有其他违规的行为 嗯 但实际上在现场都会有各种状况的发生 嗯 但无论如何 嗯 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 他当然还是一个心头之患 呃可以 不要有这种行业跟场所的存在 就尽量不要有 嗯 嗯 所以我对 但是实色性也 就是回过头来说 这是一个最古老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走到最后后来 呃事实上我们的国家是进工厂 进工厂一直说 在我政府表明态度我不鼓励 嗯 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我我选这个题目是 只是只是纯粹好玩的 我觉得大家去欧洲旅行观光都会觉得 啊可以开开洋婚看看有趣的事情 但呃如果这个趋势下去的话 大家可能要早点去 要不然以后未来英国欧洲 这种 哈哈哈哈 越少 哈哈哈哈 好原来这是你选题的出发点 好因为呢现在的疫情呢 呃慢慢的大家要跟病毒共存了 所以出国的人会变多了 所以这个意思我知道 我都已经懂了 OK好 不过我觉得好玩嘛 把它当做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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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有趣的题目 那就是呃看世界嘛 坦白讲就看世界 然后呃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呃 向阳面跟阴暗面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吧 就有地上跟地下 我觉得我们今天两个都太真 都太 不是啊可是这个是 对你要跟我谈性别问题 我永远就是就是这样的话题 哈哈哈 我觉得我触到警铃了 哈哈哈也不是 哈哈哈 OK好啦我们时间到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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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